哈喽各位小朋友好 这个人一旦上了年纪 就会有一些非常明显的状况出现 比如 我现在会开始对年龄非常敏感 尤其讨厌变到虚岁 这两个字 哦你是91年的啊 那你跟我一样大27岁嘛 哦不是不是 我现在26岁了 26岁 我知道 但是在我们家这边 我们就算虚岁27 你现在已经27了 当26岁以后呢 我开始真实的对自己的身体健康 有了认知 主要表现是在 杨鲜先生 一定要有心情哦 我们的康复治疗 一定会请作用的 来 我跟我们手指看看 在吃饭这件事情上呢 我的口味开始发生了变 我爱吃辣了 我爱吃重口味 点菜的时候还会考虑营养 这回事 呃服务员你好 诶你说 呃请给我来一碗葱油拌面 葱的话少放一些 油的话最好也少放一点 然后辣的话就完全不要 嗯 最好可以用水多煮一会 最后呢 面的话 我想用那种细软一点的细面 谢谢 一份葱油拌面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身边的同龄人结婚的 生下孩子越来越多 有的时候你一个月上的公司 它根本就不够抗衡你同学结婚的速度 那我刚发了一封邮件你看一下 哦好的 看一眼 哎这里什么安排啊 啊 我这个月4号要去深圳 15号要去北京 20号还要去趟广州 哦行程这么晚 出差吗 参加朋友婚礼 出差 烦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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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你刚发什么 有这个我看一下 是我结婚的电子行帖 没事你忙就算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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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们结婚之后马上是小孩的杰作之快 那你会有一种错觉 不停的质问自己 我真的跟这个已经两个孩子的家长一样大吗 啊 还有 你不要再给我看你家小孩的照片了 啊 你不要问我可不可爱 小孩不都长一样吗 可爱毛线 又不是我生的 啊 北风吹秋风凉 谁将交之守空房 守空房 你有难 我帮忙 我祝歌米 我信仰 你风 你妈的头咪耶 嗯 没有特效是另外一件让我们这个年纪会被人吐槽最多的事情 注意是别人 因为我们往往自己都觉得这没有什么关系 这不是很大一件事 但是别人 亲戚朋友们 他们仿佛是关爱大使 尤其是长辈 他们根本不懂我们的需求 只会一个斤里给我们知道他们觉得是适合的 但我们跟他们说 感觉最重要 他们说 感觉是什么 能当饭吃吗 共同话题最重要 共同话题是什么 能当饭吃吗 爱最重要 爱是什么 爱并不是 就进头就点 喜欢以后就追 腻了以后就飞 就让我听我传说为你重演 就让我爱你 哎 反正他们就是不懂就对了 说起来可能有些之外 但我有的时候会认真的 并且真实的认为 自己将会 孤独中了 来自通电灯伤害 是我们这个年纪最害怕 文章新闻里面 客组90或CEO 融资千万 身家上1 而自己却你喜欢做什么 能做什么 都有点皮毛 还有一个不太容易察觉的问题 就是 你会开始说一些这样的话 这是我以前独处都说爱听的歌 我小时超爱听这首歌的 对不对 啊不对不对 我没听过 什么歌啊 什么老人今天听的歌 真的没听过 等一下先死 关掉关掉关掉 放点心吵的歌好不好 总的来说呢 二十五周对我自己来说 是一个不大不少的转折点 我相信大家也都一样 在过去的一年里面 结果很多开心和不开心 经历了很多分分合合 到了这个年纪 压力会倍增 自己自身的能力 却很难跟得上 一天天过着自己挣扎的人生 但是呢 我希望可以用我一点点微小的能力 用我自己的视频 可以给大家带来一点点开心 可以让人多一些开心 多一点点快乐和动力 可以多挣扎一会儿 挣扎出自己想要的人生 好啦那这次的视频 我们到这里就结束啦 我们 二十六周再见吧 拜拜 他根本就不够给分子钱啊 哦 说错了 妈的